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立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 变成日本首富 他这辈子经历到最后他悟到的一句话 给这本书写序的是谁呢 是李嘉诚 是马云 马云说 知道今天我才体验到 道生和福先生讲的东西 而道生和福在多年前就已经体验到了 所以他是我的老师 你的灵魂是可以带走的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这辈子很笨吗 很愚钝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 真的很多人很有智慧 很聪明 这个人一学就会 命好得要死要活 这是为啥呀 佛家讲命 那啥是命 因为他上辈子修得好 他的灵魂修得好 你的灵魂修得太烂了 你上辈子好吃懒做 所以你愚昧 而这个人灵魂的段位 他修得比较高 所以他很有智慧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那你知道人生当中 第二个能带走的东西是什么吗 就是你这辈子的体验 就是你这辈子的记忆 我们都听过前世这个概念吧 真的有前世 就是你的体验 你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神火 就是体验 我举个例子啊朋友们 什么人怕死 什么人怕死知道吗 到他死的那一秒 他突然发现我这辈子我没活过呀 我就在一个工厂工作了三十年 我就人生就结束了 他就悔恨 他想继续活 他想再活一回 那你知道什么人不怕死吗 这个世界我来过 我奋斗过 我拼搏过 我不后悔 我不在乎结局 因为所有的体验 我都已经体验了 名利我体验了 女人我体验了 所有的东西我全部体验了 人生的低谷到高峰 到我奋斗的整个过程我全体验了 我怕什么 把我们 就临在了那几句话打出来 我们来感受一下 体验一下 不要做佛教徒 要做佛 释迦牟尼是一个人 而佛陀是一种生命意识的状态 耶稣是一个人 而基督是他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 你达到那种状态的时候 你也可以成为 来继续 如果寂静是门 爱就是钥匙 临在的第一步就是把头脑放空 不要寂 你看又开始了 你看 在这么美的状态下 你怎么会突然想寄呢 你的大脑告诉你说 太好了得写下来 你看 又开始用什么了 又开始用脑了 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寄的全是垃圾 全是我的 记住 别人的话讲的再好全是垃圾 因为对他来讲是经科胜律 对你来讲就是垃圾 你所听到的 看到的 学到的 再好都是别人的 叫识人牙晦 你所体验到的 悟到的叫智慧 这就是真知假知的问题 当你说知道 并且做到叫知情合一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王阳明给理解骗了 在王阳明的世界 知就是行 行就是知 知和行本身就是合一状态 那很多人为什么他知道做不到呢 因为那不叫知 那叫假知 什么叫假知 什么叫真知啊 你听到别人告诉你的叫什么知 叫假知 你自己体验到的 生发到的叫什么知 叫真知 我举个例子啊朋友们 我今天告诉你 你一定要财务自由 你一定要财务自由 你没有感觉 当你自己生起一个脑子 一定要财务自由的时候 这叫真知 为什么让你们分享 让你们建筑 只有你分享出来的 才叫真知 你们有没有发现 五星级酒店的标配 床头一定有一个白纸 和一个笔 这是从西方发明出来的 欧洲人 欧洲人的所有的科技 全都是来自于高窝 全都是通过灵在进去的 连接的高窝 所以他们床头 就放了一张白纸和笔 因为夜深人静 头脑睡的时候 高窝来了 他马上就把那个灵感怎么样 写下来 道生和夫 家里特别穷 进入了一家公司 做研究员 他是个科学家 当时他的公司 正在攻破一个 非常重要的技术 这个技术是干嘛的呢 一个绝缘体 做陶瓷的 是用在了 以前的电视机里面 这个东西 只有一家公司 能生产出来 这家公司叫 机翼通用电器 就是爱迪生 发明的那家公司 而他的专利是保护的 结果 那个 那个 道生和夫 就通过在实验室 带来三天三夜 发明出来了一个东西 就把这个技术给做出来了 做出来以后 他就自己拿这个技术 开始创立 精词 精词在日本迅速风靡 这个时候 美国人不相信 美国人觉得 这哥们肯定到他了 告精词 官司打到联合国了 知道吧 他觉得不可能 你们一个二十三十小孩 你能发明出来吗 开成万一 我们花了这么多 代价和公司 这功能是 到最后把精词的产品 跟通用的产品拿出来 发现 虽然功能一样 但是排序结构完全不一样 说明他是原创 道森和夫 他所有的东西 全来自于灵感 来自于第六感 没有一个人的脑袋里想出来的 技术这个事件 没有发明 只有发现 而且道森和夫先生 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 他找了最少一百五十个 得了诺贝尔奖的人 你那个发明怎么出来的 你给我说实话 他说 我是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告诉我 代码怎么写 他找了一百五十个 得了诺贝尔奖的发明家 他发现 没有一个发明家 是用头脑想出来的 全是链接的高我 通过灵在链接的高我 你就知道灵在有多厉害 李宗盛的歌写得很美 有一次记者采访他 哇你怎么写出这么美的歌 李宗盛我哪能写出来 不是我写的 如果非要说是我写的 是我的高我写的 灵在 是我的是我的灵魂写 是我的是我的灵感 第六感